他就对她说 哦 你看 今天晚上的月光多美啊 那个男孩子抬头看看月亮 就对了女孩子说 嗯 是的 1969年7月20号 阿姆斯壮的脚踩上了月亮 第二天 这个女孩子去找她的婚姻辅导 一边讲就一边哭 她说 我看到月亮我很感动 我对她说 今天晚上的月光多美啊 她对我说 阿姆斯壮去过了 她说那个时候 我的身体紧紧地靠着她 我却忽然间觉得 我跟她的距离 比月球到地球还要远 这个故事很简单 什么意思 我相信各位马上可以体会 当这个女孩子 满腹情感 对男孩子说 今天晚上的月光多美啊 她是在感性的范围里面 对不对 直觉顿悟 对不对 她也许是在 敬前跟崇拜 她觉得哇 这个大自然宇宙 上帝的创造 多美啊 是这样 可是那个男孩子非常冷静 分析研究 1969年7月20号 阿姆斯壮的脚踩过了 一点都没错 她们两个身体紧紧靠在一起 那可能是在这里 对不对 身体嘛 马上可以有感觉的 可是那个女孩子说 我一听得这么讲 我的心离开你 比地球到月球还远 在这里 在这里 所以这个问题叫这里 所以我觉得 今天有些时候 我们的问题 是因为人本来就具有 这四个层面 上帝一创造就给了你了 如果你只活在 一个层面的里面 那叫做one dimension 那就detailment 所以耶稣说 他来 他要恢复我们的生命 人之来 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人之来 我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他说 如果你回到家里面 回到主的里面 我们就寻找人 救世以后都变成新的 因为他本来就把新的生命 就赐给我们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家 是建立在基督耶稣的 丰盛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就能够更多的 彼此相交 跟自己相交 跟大自然相交 也跟上帝相交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我们的话语有限 主要求你 用你的恩典带领我们 让我们进到你 无限的丰富里面去 主要也让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今天人类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的文化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在哪里 也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失落的人 让我们醒悟过来 因为在你那边 有丰盛无比的恩典在等着我们 求你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来享受 来累积 来更加的爱你 来更加的来跟随你 更坦然无惧的来跟随你 谢谢赞美你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谢谢各位 兄弟相爱相亲 何知天父母一名 彼此变得同意同情 正如天上两名 在父母坐之下 尽心尽力祈求 一样恨好 一样害怕 一样安慰忧愁 我也将你